很多公司的管理者都在抱怨一个问题 那就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讨好管理者 自己年轻时怎么怎么样 尤其是越年轻的人越不理会管理者 甚至动不动就反过来他们 甚至还有一些段子出来 说是不要欺负年轻人 因为他们会把你骂一顿之后辞职 可以欺负有房有车的中年人 因为他们背了贷款不敢反抗 真是势子净挑软的念 缺德装在手推车里 推特缺德了 建议想不清楚为啥年轻人不服管这个问题的老板 也别当老板了 抓紧回家哭去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讨好管理者 很简单的三个原因 一点都不复杂 任何人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起码要面临三重判断 这件事情做了是不是有好处 这件事情不做是不是有坏处 如果没有前两者 那我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 如果不能趋利避害 那起码也要千金难买我乐意 不然这种操作我们可以统称为脑子有问题 用高情商的说法 或许是情怀 一般来说 三者都满足 人会积极性十足 例如我接到了甲方的广告 恰到了饭 就完美满足了三种 接到了有钱拿 接不到没钱拿 我特别喜来下饭 你看这就很完美 而现实生活没那么好 一般能满足一种 就可以做了 甚至只有一种 咬着牙也做了 三种都满足 要么是运气好 要么是父母好 人生就是这样欲求不满的 这时候反过头来再看讨好管理者这件事情 就会发现讨好不讨好管理者 其实问题不是出在年轻人身上 而是出在管理者自己的身上 欲是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看问题的方法 想让别人讨好你 你得符合标准 自己是个惨次品还要求别人供着 属于心里有问题 先看第一条 给好处 如果你是一个能够给年轻人很多切实好处的管理者 工资开得慷慨 加薪不那么多废话 舍得给核心项目并且不争功 那么自然会有很多人愿意讨好你 因为跟着你有肉质 当年大国企时代的管理者们就很吃香 因为在那个年代 讨好主管分配的管理者是有切实好处的 这都属于可以被讨好 因为真的有好处 但想清楚 大家讨好的是你给的好处 而不是你 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一切前规则的前提都是好处 这个好处不一定是特别大 但一定是双方都认可的价值 你给不了好处 没人会讨好你的 再看第二条 不讨好管理者会有坏处 很多管理者管了几个人就把自己当回事而已 以为自己就可以对付谁对付谁 可以给穿小鞋或者开除 这就太天真了 这一代年轻人真的不一样 人家基本都是吃过见过的主 你和人家爸妈比大概率段位还要低得多 人家就算真要讨好 回家爸爸 妈妈我爱你不香吗 至于把人开除 真的是这年头高工资的工作不好找 但是普普通通的岗位可没这么难 能被你一个最底层小管理者管的岗位能高到哪里去 要是你这工作真的牛到被开出去就找不到了 那叫有坏处 要是你这工作真的好到外面没有匹配的工作 那叫有好处 你看 如果你不被人讨好 显然你是既给不了好处 又给不了坏处 干嘛要讨好你啊 你算老几呀 再说第三条喜欢的问题 确实大部分工作待遇既没有高到让人放下身段 也不至于在市场上找不到替代品 那为什么还有很多管理者受人尊敬 被人讨好 因为人格魅力 当你是一个处理利益关系不偏不倚 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为员工争取福利的管理者 当你是一个做事都是跟我一起上 而不是给我上的身心士足的管理者 当你是一个酷爱给自己手下的年轻人想好出路 尽可能帮助他们在下一份工作中拿到更多钱的管理者 那人家当然愿意讨好你 为值得自己尊敬的人做事 并且能有所收获 我们当然是乐意的 要么钱多 要么事少 要么人好 总得有一样的 好好想想 自己做到了吗 是不是整天就想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耍威风 抠得很还希望别人巴结你 严肃地说 这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 建议尽早就医 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这年代大家出来上班都是为了赚钱养家 大家签合同平等互利 我做我的工作拿属于我的一份钱 陪钱办事轻轻省省的事情 非得整出讨好这种摇我子 大家有合作就合作 合作不了就各自拿各自的指标 达到目标该怎样就怎样 达不到目标也该怎样就怎样 哪来这么多讨好管理者的事 一个合格的管理者不是应该只监督员工产出是否达成目标吗 其他的事情是不是想太多了 大家签的是劳动合同又不是卖身器 弄不好装腔过度碰到心情不好又有点小钱的年轻人直接给你往上面投 上面老板早就看你不爽顺手就给弄了 就算没那么惨 等公众给你顶几波你也顶不住 级别越高的人被顶了之后亏越多 而且后面越不容易找工作 哪怕是趋利避害 也该想想自己的房贷 车贷吧 我见过真正优秀的 受员工尊敬的管理者 多数时候其实不是很在意员工讨好与否 因为不重要 管理者的核心诉求是带领团队尽可能高效低成本的达成目标 能把事情按时按量办好 员工该怎样就怎样 重不崇拜自己无所谓 反正自己的核心利益点是 KPI又不是员工崇拜 这是商业战场 不是选秀舞台 谁产出多就给谁好好加钱 谁造成损失就处罚谁 赏罚分明 规矩清晰 大家按规矩办事 多简单 员工爱讨好不讨好 下班之后谁认识谁啊 现在职场的问题是 太多管理者是不合格的 一方面能力不合格 没有能力去量化员工的产出标准 那就只能看态度了 一方面意识不合格 把员工讨好当成个人能力的体现 那就只能看谁会拍马屁了 又或者 自己就是靠拍马屁一路拍上去的 觉得自己上来了没人拍 特别没劲 如果公司待遇高 员工可能把你当空气 要是公司待遇低 员工直接把你当个屁 你自己还委屈巴巴的 怎么没人讨好我呀 是不是这个世界的错 对 世界的确有错 世界就不该让你坐上这个位置 最后 我想说职场有职位高低 权力大小 很正常 有人能力强 或者底线低 或者运气好 或者手段多 或者长得帅 当上了管理者 也很正常 这个世界的竞争是全方位的 你赢了就是赢了 但年轻人就该讨好管理者 这不正常 过去这种现象普遍了 普遍 且一直如此 但一直如此 就是对的吗 况且现在的公司 给得了过去的好处吗 人类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 物质在丰富 应该向前看 而不是向后拾起那些糟粕 从这个角度讲 不给钱 屁事而多 水平差 人还坏的管理者 恐怕要思考的 不是年轻人 讨不讨好你 而是自己会不会 被这个时代给丢下 这是每个人 都该思考的问题 不一定要年轻人讨好 但要搞清楚 自己的价值在哪里